欢迎收看朋友的料理大家好 我是王小光 今天来做一个非常应景的春笋 这个是我在前年露营的时候 我们一起露营的朋友 小图老师分享的一个做法 它比我们常见的 烟肚鲜油焖笋都更简单 因为它几乎不需要 你有任何做菜的这种手法或者经验 你只要一步步跟着来 就可以做出来 非常好吃 先来说一下食材 这是一个电商买到的春笋 这个笋有两个注意的要点 就是我们一次不要做太多 这个手法不适合一次做很多 所以你买一份 在电商买的话 一份大概就是500克 500克买回来 大概有这样的三根 买回来尽量的 当天就把它处理掉 不要放隔夜 因为它慢慢的干掉就不好吃了 调料其实只有两种 三种 一种是盐 一种是酱油 还有就是一些动物的油脂 我们这边用的是牛油 就是GEE 然后原版其实用的是猪油 只要是最后能给这些薄薄的损片 上面去增加一些动物油脂的香气 和随之而来这个梅拉的反应都可以 先从它的竹笋的根这块开始切下去 切一道口 然后慢慢的往笋尖那个部分去划开 你切好以后 其实就很容易剥开了 你就这样把它一层层给剥掉就好了 哪些部分是能吃的呢 大致能切下去的就可以吃 顶上太嫩的可能也不能要 就中间这一段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些笋斜着切成薄片 就让每一片的表面积尽量大一点 尽量切的均匀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薄 我觉得就是均匀即可 今天这个平凡春笋有三个料理步骤 每部分都很容易操作 很简单 因为它都有很明确的判断标准 不怕你学不会 第一步我们要先用一些水把这个笋烫一遍 就是用冷水下锅泡住这些笋片 然后把水烧开 水沸腾 这是可以判断吧 这个时候笋里面的很多的杂质会被煮出来 因为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在煮的过程中 其实会有很多墨出现在锅里面 所以水烧开的时候 这一步就可以结束了 开一个中小火 然后我们开始要在这个平底锅里面 慢慢的去把这个笋给烘干 有点烤焦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锅里面是不放油的 就是直接把这个笋放进去以后 让它慢慢的水分都蒸发出来 记得我们刚才说 这个菜不要一次准备太多笋 就是在这一步 就是这个量最好就是你的锅有这么大 然后笋差不多铺上去 不要太厚对吧 因为你太厚的话 你要全部烘干要翻很久 这个菜做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它不是三分钟就能上菜那种平凡料理 它是大概需要个二十多分钟 我觉得第一步煮开 可能就用掉差不多五分钟了 然后现在这个慢慢的烘干 它可能要烘个十几分钟 那这段时间其实是比较悠闲 因为你不会失误你知道吗 你不会说哎呀 我这同时手机要看一下 在这边就完全这个锅就起火了 也不至于啊 因为你就是只是在烘干它的水分而已 完全是可以很悠闲 就很适合这个季节气氛节奏的一个菜 我自己是喜欢烤的偏干一点啊 也就是让它表面上色更多一些 接下来最后一步我称之为加油啊 因为我们字面意义上就是要把油加到里面去 加的量呢就是你不能太少 你要让每一片竹笋都能加上一些两面都粘到油嘛 然后再稍微加热一下让它有这个梅拉的反应 让它更香一些 然后我还会加一点盐和酱油啊 盐也是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酱油不要直接倒到笋上面 你可以让这个酱油倒在你的锅的边上 让它开始被加热以后 再让你的笋拌上去啊 这样的话会更香一些啊 就淋在锅边就可以了这个酱油 就真的非常好吃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笋上面 懂行的人看到这个颜色就已经知道了 上面很香 真的很好吃啊 就不夸张这一盘我慢慢这样拿手一点点 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吃掉了 但是也很下饭了这个菜非常推荐大家这个季节 趁着纯笋上市来尝试一下 然后你像我们在录音的时候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做出来 你在家里面的环境应该就更简单了 对吧 做起来 然后这里唯一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在处理笋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这个食材的话 因为平凡料理有很多观众都是会平时不太下厨啊 但是看了这个视频就觉得自己也可以 就越越越是要来尝试一下 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平时不太会处理笋的话 在切笋就剥笋衣的这个部分要非常的小心 千万不要切到手啊 大家尝试下厨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手的安全 毕竟这个春天不要切到手 一年四季都不要切到手了 反正就注意安全吧 享受美食注意安全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其实这个做法除了笋之外 还有一个食材也是完美的可以用它来做的 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一下子 这脑筋短路你知道吗 就完全想不起那个食材 就是我老是想到芋头 但芋头不是答案 它那另一个食材 也是这种一节一节的长的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我想到它补充在哪里吧 但是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 好可怕这种感觉 就一下子就 就像想不起一句歌词怎么唱那种感觉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它也不是磨芋 它也不是芋头 它也不是 但它是一个长的 我们前两天家里还做了这个菜呢 想不起来了 真的不好意思 对不起大家 拜拜 拜拜 我想起来以后再告诉你 焦白 对焦白 是焦白 是焦白 是焦白